我们接下来写这一行 这一行第一个字无字 我们来看 它整个笔式非常明显 在书写过程中 它有一个 比较长的式表现 然后就是这三横之间 它们的关系非常明确 它这种向背 这种式是因为书写过程中 表达出来的 根据书写笔画的方向角度 来 把它的起收形状 完成 我们注意这个形字 左右结构的字 它有一个内在的穿插避让 这种穿插避让 以式的穿插避让为主 并不是 说把这种穿插避让非要 做得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其实 这个字 它左右 我们看 其实它左右 其实并不相交 如果打边线的话 但在写完以后 我们会发现 通过这些式的避让 这个字 变成一个 很完美的整体 宴塔山教序 把它这种婉约 求媚 表达得非常足 所以我们在看前字的时候 它这个三点水 三点之间 带的这种式 和上边笔画的间 有一个呼应 书写并不会那么外漏 注意它的疏密对比 前字 而在接下来 这个含字中 我们看 上半部分 横画 树画 组成 这个根据 根据个人书写习惯 我是习惯 先写两竖 很短的蓝叶品 靠这两点 来把上边横画 树画组成的框架 要支撑起来 所以这两点的位置 跟角度非常重要 注意 这些单字中的收放 它是中间放 上下收 这个数字 这笔 回应一带 这个撇 同样写的 恶诺多姿 从这个椅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踏片 相对来说 能感受到 如果我们对照原石 可以非常明显地 看到这种 呼应 硬带 我们来看这笔 收笔的时候 它有一个轻轻 向内挑 挑回来 其实就是为了 带这一点 在原石中 这是很明显的 一个特征 但是我们在看 踏片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 会把这些忽略了 这个画子 写得很疏了 一个处理不当 容易把这个画子 写得松散了 所以这笔 它这个笔式的回环 和竖弯钩的呼应 就非常重要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行 这一随猪 再登场 这一随猪 也能这么幻想 一会儿 带他 来说 这一随猪 这一随猪 是 那一随猪 大家都 rozp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